近日,杨子的团队准备去找肖战的团队,就余生CP的炒作具体流程事宜进行敲定,可是,让人很意外的是,近两年来被粉丝坑成了桂圈公敌,做人做事都很低调,做任何事情都在陪小心的肖战,却十分罕见地表示他不愿意和杨子去炒作这个余生CP。 众所周知,杨子拍过的电视剧,大有一种带火男主的趋势,每次合作不温不火的男演员,跟他合作就会一夜爆火,比如香蜜沉沉浸如霜合作的邓伦,罗芸汐,亲爱的热爱的合作的李宪,现在直接合作顶流男演员肖战,堪称王炸组合,相信这部剧一定会是今年的王牌之作。 杨子性格讨喜,很有路人员,演技成熟,相信他对女主形象的塑造会很有特点,比较担心肖战这边,现在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高颜值是肯定的,演技方面应该也过得去,对杨子和肖战这对CP还是抱有期待的。 那么,肖战方面为什么现在会突然的一转常态拒绝杨子呢? 其实,肖战方也不过是想弃一下杨子的团队,为之前杨子团队的不礼貌找回厂子罢了。 之前,余生在芒果台已经安排好档期要播出的时候,肖战和杨子两人都已经把局面给不好了,全面的预热方案也正要实施。 可是谁能想到,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关注花哥的瓜友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余生被芒果台临时退货,批了出去。 面对这种谁都不想的情况,大家心里本来都是不痛快的,结果,杨子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怕和宝岛问题导演合作过的事情,被网友扯着不放,因此发了一些通稿去寒沙摄影的把余生临时退货的锅,扣到了男主肖战的头上。 本来肖战现在的处境就很微妙,杨子把节奏这样一带,等着看剧的网友和粉丝,还真傻不拉几地把余生不能播出的屎盆子扣到了处于攻敌状态的肖战头上。 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之后,肖战方肯定会对杨子有着一肚子的气,这次肖战的团队拒绝杨子方,也是为了还击杨子方那种要人就是人,不要人用尿灵的下作做法,同时也是为了恶心一下咱们这位可爱的小猴子,出一下自己心里的那口恶气而已。 基于肖战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很多节目都不太敢在这个比较有争议的时期邀请他,平台对他的待播剧也十分谨慎,就像这部余生请指教在2019年就已经杀青了,一直有放出要播出的消息,却一直播不出来,不知是不是平台在考虑风险。 加上近期片花和海报都放出不少,央视也一直在宣传余生请多指教,看眼前这个形式,这句播出真的是指日可待了,也许是在找个最好时机,比如放到暑期档,以肖战和杨子的人气,定会燃爆夏天。 可是,谁曾想到,本来预定上星播出的女心理师,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改换成了网播。 更让人郁闷的是,女心理师已经播出,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久无新剧播出的杨子,为了维持自己顶留小花的位置,不得不把希望再一次放在了余生这部剧上面,毕竟,肖战的流量和粉丝群体是井百然无法相比的,这个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所以说,人家会圈混,说话都不要说得太满,做人做事也要给自己留有一定的余地,不然到头来,虽说没有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但是也会让自己够喝一壶的。